我家养了一只可爱的小鲨鱼 它叫皮皮鲨 它最喜欢躺在我的腿上让我给它挠痒痒 就在几天前 一条小鲨鱼在我们家后院的草坪上搁浅了 我用一条小鱼竿就轻松将它收买了 我将它带回了家里 一开始小家伙还很凶 呲牙里嘴的 估计是饿了 于是我拿了一块杏仁给它吃 吃之前先来逗逗它 测试一下它的智力 你猜皮皮鲨能找到杏仁的位置吗 皮皮鲨示意在左边 猜对了 真聪明 不过当我打开右边的杯子 皮皮鲨立马不淡定了 为了和它搞好关系 我又给它拿了一瓶鲨鱼牛奶 看它舔牛奶的样子 是不是像吉了哈士奇 吃饱喝足 皮皮鲨在阳台上休息 一边晒太阳一边喝椰汁 真是太惬意了 可能是吃的有点多 皮皮鲨在厕所蹲了两个小时 不过这也太废纸了吧 完事之后 小家伙非要缠着我陪它玩游戏 我朝它开了一枪 皮皮鲨很配合地在地上打滚 看它这么可爱 给它奖励一点吃的吧 接下来是快乐障碍 你猜它能完成这项挑战吗 这也太皮了吧 我不在家的时候 皮皮鲨觉得无聊 一个人看起了电视 看到自己喜欢的节目 还会开心地手舞足蹈 等我回到家 你看它把家里弄的 我把它狠狠教训了一顿 它还很委屈 在角落里一声不吭 但很快 皮皮鲨就想到了办法 它驾驶着扫地机器人 把地面打扫得一尘不染 做完家务 我决定带它出去玩玩 皮皮鲨高兴地 给大家表演魔力转圈圈 真是太可爱了 不过皮皮鲨也有不高兴的时候 这时谁都不能招惹它 不然它就会用牙齿 好好疼你一下 这么可爱 调皮 还会做家务的小鲨鱼 你也想养一只猫